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给兄弟们继续解说我们雪山的一个环宫 雪山的一个环宫 对面小玩的一个武装冠冠战番 深而无畏的一个番寸啊 就现在的话我觉得 嗯雪山的一个番寸的号谁最厉害呢 我觉得这个深而无畏的这个番寸的这个号啊 算是一个比较成品的一个单挑的一个番寸号 他这个号的话是有三个带虚迷的一个地厅啊 三个带虚迷有眼睛的一个地厅啊 所以说这个号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号的一个壁垒击破啊 伤害也是非常高啊 所以说的话就现在你真的你番寸三 你不带几个地厅啊 真的你这个比赛是不太好打的好吧 而且关键番的话 番寸的话是有一把风吸一速 对面的话小玩武装冠没有抢到速度啊 我觉得这一把大概率的话 这个番寸可以赢 对面的话有七回合 八回合有0元了 对面就得小心一点了 这边的话是有换地厅的机会 而且的话地厅也特别多 不止一个地厅好吧 关键番的话 开局的这个宝宝 就说那么就三寸这种开局的这种 壁垒击破的宝宝 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属于那种 我跟你说 伤害特别高 看性也特别足 但是血量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 4000多一丢丢血 对吧 壁垒击破可能达到一个2600点攻击 然后的话反应也是非常足 OK对面这一把 用地神献金之后没有0元 还好宝宝给清掉了 OK 你还把水平这边要换地厅了 兄弟们 哇直接 哇那这一把地厅换出来的话 那这个比赛的话 兄弟们 关照万线直接走了 兄弟们 我跟你说 番寸 为什么宣狗打比赛 打不过 没有这种地厅 你看没有 有这种地厅 这个比赛的这个局面啊 兄弟们 能够感觉到吗 他同样的这样的地厅 还有三个 兄弟们 真的 这个比赛打得有点快啊 这1000万啊 赢得有点快啊 兄弟们